这是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在线学习 考试的结束意味着我们所经历的第一个云上学期 即将画手句号 屏幕背后是清华大学对在线教育的不断探索与尝试 我们努力了七年 就是为了在这个特殊的学期不落下任何一门课程 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建设了中国第一门电路年龄木课 2014年的时候我就开了第一门木课组合数学 2014年春季我们一边制作一边上线 我第一次试用语课堂是在大约三年前 我当时主要是采用了语课堂的提问环节 从木课到语课堂的这一路探索 成为了我们教学生涯中的宝贵财富 专家组初步判定 本次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体 鼓励各高校错峰 错区域 错层次 今天五万多名清华师生同上一堂口 我们今后都会终身难忘 二月初的时候 全校掌握在线教学方法的老师大概是四百人 可是我们这个学期有两千六百位老师要上课 我们面临巨大的挑战 各位老师对于直播教学都是零基础 所以当时我就想提供一个定心丸 大家非常想知道直播教学真的是能行而且不难 大家去睡觉了 我在英国正好是白天 所以就赶快做了一个语课堂的使用 做一线老师需要什么样的功能 老师们起床的时候 接着就可以答疑解惑了 专家组其实是一个头脑风暴群 面对着突如其来往往全全的线上教学 老师们其实都是老和平遇到新问题 教案怎么调整 两千多开课教师怎么样去莽足他的需求 在线的师生互动怎么样能够更加充分 与其说是专家组 不如说是一群秉持着自强不息精神的探路者 以前没有做过在线教学 我利用木课和混合式教学的经验和技巧 力图实现教师 学生 助教之间 课上课下的沟通 面对着面变成隔着网线 对于我们老师来说 最大的挑战不是把课上下来 而是随时了解学生学的怎么样 大家对设备软件都不熟悉 网络环境也有不确定性 有了这个备忘清单和应急预案以后 大家的课前筹备工作就可以有条不紊 我们的应急预案甚至做到了教师端 停电断网的方案 连这种情况都想清楚了 心里就有底了 实际上在线教学都有它的特点 跟平常的课堂教学是不一样的 这里头有个教学理念的问题 就是word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hard的问题 hard的问题就是 我们要通过教学案例来告诉老师们 这个是可行的 可操作的 交互对于课堂上课它本身就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听课情况 如果你发现学生哪个地方掌握不到位 你可以调整一下上课的方式 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 那么在线上课的时候呢 你还有一种功能 就是拉近同学和老师之间的距离 让学生感觉到真的是在一个课堂里面上课 我希望疫情期间同学们在家依然能够做实验 所以在开学前一周2月7号 我就通过快递把实验设备邮寄给了他们 那后续的实验装置的讲解 方案的设计 实验结果的检查 包括教师的批阅 我们都可以在线上完成 本学期在医学伦理学课堂上 我通过翻转课堂的形式 组织学生们进行案例分析的讨论 学生们会在讨论的过程中 自然地融入对于新冠肺炎和疫情的分析 另外我们通过在线会议的形式 邀请了中国疾控中心专家 融入了学生了解国情疫情的环节 在目前这种形式之下 如何进行线上期末考试 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我教的这门课是量子力学 我选择了远程线上的期末考试 学生们在学了这门课以后 有一个检查自己学习成效的一个机会 老师在给学生成绩的时候 也做到有根有据 在线学习的成效 应该从学生的学习成效来进行检验 从成绩方面 我们将本学期同学在在线学习的成绩分布 和近五年平均成绩分布进行了比较 我们发现这两个分布基本上是一致的 近95%的同学认为 在线学习和传统的课堂教学是同志等校的 难忘的学期结束了 我们专家组的15位成员也第一次聚在了一起 疫情之下 清华能够对2万多名学生开展4500门次的高质量在线教学 离不开探路者们的探索 做第一门目课的时候 第一次用语课堂教学的时候 我们也未曾想到 在线教育在今天能够起到支撑性的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 经过这些其史无前例的探索 我们势必迎来教育教学新常态 我们坚信 这是在线教育的新增长 这些人的探索